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据中国大陆门户网站的编辑在14号透露 中宣部下发禁令要求中国大陆的各网站立即清理 质疑干部子女出任地方领导职务 所谓官二代 官三代 红二代等的信息 包括新闻 博文 贴文 图片 视频等 法国国家广播电台5月15号报道说 引来中宣部这条禁令的 应该是此前出任广西苹果县副县长的邓小平的嫡孙邓卓蒂 还有出任云福团委书记的叶剑英的曾孙叶仲豪 那么这一禁令发布的时候 前中共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幼子吴磊 担任政厅级的上海经信委副主任 和上海国防科技办主任的消息 还没有引起网络上公众的关注 目前中共的喉舌人民网新华网所刊发 吴磊的相关稿件都被删除了 海南一名禽兽小学校长 带着六名幼女开房事件所引发的舆论谴责 还在高涨 5月15号大陆微博上又有网友爆料说 目前受害家长受到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 要求他们不要接触媒体 新浪网友在微博上发文说 万宁县的两位副市长和十名政府工作人员 约见了受害者的父母 领导校称不要接触媒体 这种事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随后并提出了私聊 北京御师正在所评论说 这是在校长强奸幼女之后 领导再次强奸了法律 5月14号江苏省长熟市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事件 两辆执法车被砸毁 多人被抓 当天晚上在招商东路与秦湖路交界处 多名城管在殴打水果餐饭的时候 将其中一名女商贩打到头破血流昏倒在地 事件激起民愤 短时间内就有上千市民聚集抗议 市民围攻城管 两名城管躲入执法车内不敢出来 当局则是派出了大批防暴警察到场驱赶民众 双方爆发激烈的冲突 民众是投掷石块 整平的矿泉水等 现场是一片混乱 好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